中和的华新街有緬甸街之稱 這裡也是緬甸華人聚集的所在地 遠在東南亞的緬甸是被稱為僧侶之國 因為在這裡百姓是以信仰佛教為主要的宗教信仰 而相關的緬甸信仰和人文特展 從即日起 觀眾朋友都可以來到永和區的宗教博物館 以不同的視野來認識緬甸文化 他們會把頭髮給盤起來 盤在頭上 擦上髮簪 或者是放上鮮花 緬甸國家的男男女女都穿沙龍 對於這樣的服飾文化 大家都有簡單的了解 實際上緬甸除了以傳統服飾出名之外 在緬甸當地還有一座仰光大金塔 塔頂中相有76克拉的鑽石 在永和世界宗教博物館所舉辦的黃金佛國 緬甸信仰與人文特展中 就以實體比例1比70完成的大金塔建築模型 以及多樣化的相關緬甸文物展 新北市中緬南傳佛教協會 還有中華民國緬甸歸橋協會 以及中華民國緬甸經濟文化交流協會 這些單位的協助我們才能夠圓滿這樣子的一個展出 來呈現給大家不只是緬甸的佛教文化 它還包括了整個的民俗還有生活藝術等等 中博館的創辦人新道法師來自緬甸 而這次的展覽裡也透過影片說明緬甸人對佛教信仰的虔誠 民眾透過短期出家實際來體驗佛法 都能讓來參觀者感受到緬甸以佛立國的特殊宗教信仰 我真的覺得那個地方應該算是 這一個世界最後一片佛國淨土 他們所有老百姓如果賺10塊錢 他們有7塊錢會拿去蓋廟 所以我記得有一個師姐她就說 怎麼緬甸的廟都是金碧輝煌 但是房子老百姓住的都是茅棚 但是其實他們是以廟為家 就吃過飯他們就到廟裡去繞佛打坐 然後家庭生活也幾乎都在寺廟裡面 認識多元文化已經是全球化的趨勢 透過中博館的展覽也能讓參觀者感受到 尊重包容與國外的理念 來接受更多和自己不同的文化背景 中佳新北新聞永和採訪報導